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可以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安排这个东西呢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人类的历史是从宗教开始的 这是很多哲学家跟研究一些古老文明的人都这样讲的 那这个宗教是什么开始呢 生化而开始的 那生化是不是真实的一个故事 也许不是 那是不是它是没有用的 或者一个不聪明的人的一个创造 也不是 它有非常充满丰富的一些文化的价值 再加上对于人类的教育上也有非常不可思议的作用 所以你看你们的也有 非常就是狭窄的一些逻辑的范围里解释的 但是它是精彩之处还是存在的 OK 那这是中国啊 台湾啊 这些很多地方有这样的一个 人类的那个传说 那接下来呢 这是西藏也有同样的 这是葛萨王故事 葛萨王故事 葛萨王故事原来是全世界最长的转系一个英雄故事 葛萨王故事原来是最特别的一个影响人物 他的故事 他一个人的故事 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 书上已经有记载的有一百多个 一个人的人生故事啊 这个我们想象 想不到 那一些国际上也有专门研究葛萨的学们 也是那个联合国也已经就是 就是有那个葛萨王就是已经 他们也就是有一些特别的那个忠实 所以呢 那它 你看这是翻译成中文的 先刚刚那边出版的吧 好像 就是那个葛萨王的 转系的 一到五六本 但是就是第四本吧 那就是 也是一党的一个画家画出来的葛萨王 那这是西藏一些超院的 没有受过特别的一些演员的一个训练的 就是一般的人 他们 民间团体 他们就是演出来的葛萨王的那个 所以呢 我的意思是葛萨王故事 我也从小时候有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是我的妈妈的 妈妈的妹妹 这个中文怎么说 阿姨嘛 一个阿姨 阿姨她非常喜欢葛萨王故事 那我不 她不会是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识 那我的声音就是唱 要唱的话 它里面有很多一些寄松性的那个唱歌 有 那个歌 本来就是要唱 但是我的声音不好 对 所以她说 阿姨 你不要唱了 你从头到尾就是念出来就好 好 我睡在那个阿姨的那个前面 然后她就这边睡 然后我这边睡 然后中间有一个书油店 然后晚上人都睡觉了 可是就是还是就是我继续念 然后她听 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系统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是非常非常地喜欢葛萨王故事 那以前的话 只是一个人念一个人 一个人听 我的爸爸的声音比较好听 然后他唱出来 然后很多夜恋剧的一些男女老少都拿听 然后他们也会调研你啊 什么什么就是这样的 那葛萨王故事对于西藏人的那些教育当中 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地位 OK 那这是就是《传说中的生物共》 那这个也是一个 具有虚精的那个故事里面 我们现在都 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她也有她的一些代表性的 或者她的一些含有的存在 OK 那接下来就是我刚刚的那个 可以翻过来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草原上的生活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是牟牛 然后呢 就是也是 就是草原上 就是他们一圈一圈的 所以这就是有 可是她很想滑出来 但是非常不是 那这个更就是尴尬眼 但是我就是真的到台湾的时候 台湾也有天地 也有高山 也有一些山谷 也有一些那个山林 什么都有 台湾是非常豐富的一个地方 那我也看到那个台湾的那个黄 那个黄 黄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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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边也有类似这样的很多东西 对 对 对 那这也是西藏的 草原上的 那这个也是就是划出来的 这是一个对比了 这个比较 那个比较 就是刚刚都是真正的排出来的 那现在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划出来的 那你有没有就是你觉得 哦 划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一个 这是您的一个草原 就是这样的 那接下来我要接受的是扎喜 扎喜 其实扎喜有三个意思 我以前有这样讲过 因为第一个扎喜是西藏叫做吉祥的意思 吉祥的意思 这个吉祥呢 就是扎喜得了 扎喜得了 西藏别人的口中就是有扎喜得了 所以它是西藏代表性的一个吉祥的意思 那第二个是我是佐治 那佐治的名字 对于这么一个人的名字有扎喜 但是我的名字就是自然扎喜 那第三个是 我们的故事里面的主要的人物的名字就是扎喜 这也是我选的 为什么呢 扎喜它有代表性的一个名字 西藏很多人的名字也会用扎喜的 所以就是扎喜有比较有代表性的 而且呢 那就是我这里要讲的是西藏的儿童 我说也不是说 我是 那个故事是一个所有西藏儿童的一个 怎么说一个代表嘛 对不对 代表嘛 他是一个丑相嘛 没有具体的 他是扎喜没有 所以呢 他里面归纳为所有的西藏儿的转系 也换句话说 所有的西藏儿的小孩 那到底所有的西藏儿的人 什么是 那个小孩都是什么样子呢 对 我接下来要强调西藏的转系 那这个是一个转系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转系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转系 那你们要记得我讲转系的时候 就是西藏儿的小孩 可以换 这个我刚刚讲的是很通通的 看起来是生活比较 你看不到的话 你可以坐这边哪 什么都可以 OK 然后什么都有 就是这样 那这个是个比较富有的转系嘛 可以有 当然就是一个生活里 就是一个社会里面 也有很多那个上流的下流的 或者一些幼稚的贫穷的 什么都有 所以刚刚的跟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就是富有的转系 在一个不错的一个家庭环境里的转系 是这样的 那就是 那这里是我们真正的妈妈的 就是得到妈妈的 母爱的 就是所有的转系 差不多是这样的 但是 你看妈妈跟孩子之前 就是他们的笑容 非常非常自然 没有任何虚假 那这是华的 这是台的 我们也是可以 就是稍微对比 哦 原来是华甲的 那个艺术的 怎么说 技巧或者艺术的能力 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也是真正的妈 那这其实是一 应该是至少是五十年前的一个转系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也是一个故事 因为我先讲这个故事 然后又背后的那个真正的画面 跟我们就是那个 今天的那个树上的那个转系 一定要融合起来 所以呢 你看 刚刚的 刚刚的 对 这是画出来的 我们的那个 高兴生画家 刚好你们这边也有高兴生画的那个作品 所以就是他的那个 扎西跟扎西的妈妈在一起 扎西他自己 这就是扎西奔向 扎西自己那个相遇那个 那个相遇那个 南桂拉摩 就是他的故事的一个画面 而这个也是 另外一个 就是扎西奔 扎西的一面 就是扎西奔的小孩子 另外一个面 就是另外一面 就是他是 大家妈妈都 就是你看那个牵着 妈妈都瘦 然后呢就是 就是留着 就是这样的一个 我不要解释 因为就看不到 这个呢就是一个 张蓬 西奔的张蓬 跟龙姑抱 其实实际上不一样的 那那个张蓬 那那个张蓬 外面有一些那个 那个羊群啊 然后就是 他也会做架设的 我也小时候 就是妈妈一起 然后就是我们家 比较那个牛 牛比较少 牛比较少的话 牛分自然会少 牛分少的话 我们少的东西不够 可能这个词 你们不懂 我们西奔是用牛分 然后干完之后 就是他少 因为造型上那个木头 木头 木头不叫少嘛 所以呢就是 我要去外面 到处一些 一般的那个 木头啊 然后就是一般的 其他那些 山上的一些 牛分 就是捡起来 然后就是摆着 要回家 然后帮妈妈做什么 这些假设 然后就是 还有 哇东窗下叉 然后就是哇 那个人生 西藏的人生 过捉马 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捉马 就是这样 还有一些 好多假设 还有默念那个青刻 它有一个 两个就是石头 有点像这样的 然后中间放 然后它有特别的 然后就是这样 现在有一些机器啊 以前没有的 那个是传统的 一个方式 然后就是今天吃的今天 明天吃的明天 就是这样要摸 摸的时候 就是很像那个叫青 就是有这样的一颗 两块石头 两块石头 特别石头做的颗 然后就中间有一些 可以转 不是那个拿的 然后就是这样 转 一直转 那下面都不懂 上面都转 那这个中间放 就是那个青刻 然后七个摸 人出来的 就是一个绵分一样的 那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生活 每天都要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也很辛苦的 还是在妈妈一起 我也做过很长时间 OK 这是也是 就是也是一个展示啊 那这个就是 这是那个 我们是 就是 草原的生活是 动物 呃 春夏秋冬 四季的那个 呃 不同的时间内 我们也要 搬捡 就是 就有 就是要那个 就是搬到另外一个 又进 因为就是朝着那个 羊跟牛 它们就是要吃那个草 那这边的草吃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又搬到 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呢就是 我们也是大部分 用那个掌控的 那除了洞庭以外 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所以呢 有点像那个 以前的那个 俊人一样 是这样的搬来搬去的 那个时候 我记得搬 搬来搬去的时候 我的小孩子 有时候就是这样 那是滑的 只是真正的 那那个时候的工具 是有这样的 还有一些 那个 我们其他叫做 鸭 英文上是鸭 第二个缘分是西藏话 那就是中文上 应该是牦牛嘛 是不是 牦牛 OK 这是牦牛 我们上面 我们所有的生活用品 包括掌控 还有一些小朋友 如果没办法的话 它上面有 就是 就是这样 那这个跟也是 故事里面的 有一些关系 因为故事里面 他还没有看到那个 那个天使 那个南部与他梦 的时候呢 他很像年了 日日夜夜都 就是年年 就是不往 就是很像 所以呢 就是他冬天下大学的时候呢 那个学院 就是走出这样的一些 然后就是 他就是坐在他的前面 然后还是就是 他做一些 祈祷跟一些 那个 祈愿的那个动作 这是故事里面的 那时机对小 那些长得也在习 比些在习 就是小朋友呢 他也冬天在很愣的 零下二十三十度 这样的一些天气的环境内 还是他那些这样的一个棒子啊什么的 也许是他要还是要去那个山上 摇一样 看那个牛一样的这样的 这样的 放模样 然后呢就是 就是这样的生活是 就是很自然很日常的 常见的 那我们的那个扎西当中 也有高级 那个特别的那个扎西 当然都是扎西嘛 总之达里拉玛也是 也原来是小孩子 他是 所以呢就是那个扎西是 这是非常虔诚的一个扎西 来自于西藏康巴德 这位小孩子呢 一年九个月的时间 什么 在一路上朝拜 朝拜 哦 哦 对就是这样的 哎 小朋友来了 大西德勒 你好 前女说 OK 哎呀 我们一起讲故事啊 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西藏的 另外一名嘛 所以叫做另外一名 那你看他真的是 他的名字是牛皮 所以呢比较坚固的 然后就是一直就是 一路就是要那个打礼拜 西藏的打礼拜 那全身都躺下的 你只要这样子全身躺下 那全身多少 就是他就是走入那个全身刚刚的头顶的地方 然后再继续往前 就是这样的 就是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千里的游戏 就是这样的一些超胜的游戏 这是一个超胜的动作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实在是这样 有人这样做 那现在也做疫情有的 那这是达里拉玛很小的时候的造型 也是大型 当然 他的 你们是令人惊讶的是 达里拉玛的那个成长 或者尤其是那个出生的环境是 完全是一个农 很一般的一个农 就是那个农 农民的一个家庭 而且是他的妈妈生了 总共十六个孩子啊 什么的 那已经传统其实 尤其是二十十几个是成长的 那现在尤其是一个年轻人 就是想想 就想不到的 怎么生的呢 就是这样 可是生活 那个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生活 的一个就是习惯的看法的 跟一些不同的价值观嘛 所以呢 那个时候达里拉玛是其中一个 所以呢 达里拉玛也是当过小朋友的 那就是这样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 那我们西藏一个叫做活佛 专世 专世 专世之独 这是一个制独啦 其实专世当然不是西藏的一个特优的 我们是一个佛教的 刀架的角度来看的话 转世 就是一个投胎的一个动作 就是一个现象 所以呢 就是所有的终生都有自己的转世 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 然后我死了 来转到一个动物 也是转世了 没什么了不起的 可是呢 现在我们知律所强调的 转世有点不通了 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大的一个高神 一个修行非常好的人 他就是这个国士 就是圆寂 我们佛教里面讲的那个圆寂 之后呢 他的下意识 已经有一些著名 或者一些医院的 或者一些其他的高神的 他的法的能力 神通的能力 来认真的 认出来的 那认出来 他太阳出来的 就是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 或者一些现象 就是转世制度 那这个转世制度 那这个转世制度 所做出来的一个成本 就是这些转世人 那这个转世人 它很像 可是它要坐在高高的那个 把座位置上 然后还是要结束 把座的那个尊敬 或者什么呢 崇拜 崇尚 然后就是它要加持 把座 还有这等等 这些都是很不一样的 那 因为 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的 有些觉得 这是不是迷信啊 很复杂 其实 我相信 每一个不同文化 不同历史 不同社会 二 就是建立起来的 一个不同的文化 它有它的真正的一个 价值 或者它的一个 特有的一些 生存的一个价值 或者一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就是真的 西藏的那个 专世制度跟专世业 不是很简单 也不是用一句话来 就是可以组结的 它的确有很多神秘的地方 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所有的人 都是不是很标准的 也不一定 这就是社会的 一般的一个很 一个常识嘛 这个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实际上 那个专世制度的 就是被认真的 那个诈性 在想象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诈性 其实现在我现在用 那个小孩子的教读 解释所有的西藏的小孩 那你知道西藏的不同文化 不同就是那个解机的 不同那个对方的 不同一些身份的扎西 二知道西藏的小孩 那所以就是你了解了西藏的一部分 下一个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古诗里的那个展示 那他也是他的那个 天然的或者很自然的那个笑容 就是他的阳光也告诉我们很多的 我觉得我相信 那个画家画得也非常不错 那上次我们那个海报上也放 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 张文弹的那个封面也是我自己选的 这个是我自己选的 所以就是觉得 他就是告诉很多的一些道理 但是这是艺术界的一个狂造 所以我们也没有权力 就是这样什么的 这是比较主观的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看法跟解释 那这个比较正确 所以我不能代表你们的这些看法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扎西的妈妈 就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真正的妈妈 我个人的一些生活也可以公开的 那就是我是属于那些扎西的其中一个扎西 所以呢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一些来自新加坡的一些朋友 所以我去看我的妈妈的时候 这个妈妈像哈达 那个哈达 就是一种的生活当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 理数的就是一个部分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的妈妈